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拿个棍子直接把我桶变下器上面打了下来 那时候我的双手就全给垫糊了 谁送你去的医院 那时候我父母从地里刚刚问候回来 我的母亲看到我躺在地上 昏迷不醒就一直抱着我哭 我的父亲就赶紧找车把我那个拉进了医院 父母都吓慌了 当时在医院诊断说 我那个生命能保住 真是双手迎戒指 你在生活当中因为双臂的失去 很多活都干不了 对 那时候特别自卑 都不敢出门 一年四季就穿着长袖衣服 每次出门的时候都把袖子插进那个衣服兜里头 吃饭的时候都趴着吃饭 都不敢把脚露出来 就怕别人嫌弃我 比如出门去跟朋友留到玩 一天只能喝一顿水 因为就怕 怕撒尿 对 麻烦人家 那父母身体还好吗 像我的父亲在十年前就已经去世了 我一直在自卑着 那怎么转变的呢 那时候我有个朋友就跟我说 像我的身体素质那么好 可以去参加一个残疾人体育集训队 就可以交到很多朋友 也可以锻炼自己的身体 我那时候就非常动心 那时候就跟我的母亲说 我的母亲说 她也非常赞同我自己 自己出去出门闯一闯 毕竟我在家待了多年 就没出过门 什么项目呢 高山滑雪 滑雪 你没手怎么撑呢 怎么掌握速度啊 我用腰部力量掌握平衡 腰部力量掌握平衡 那速度呢 速度就靠两个脚来回扔 那不太难了吗 那老受伤吧 对 刚开始说经常摔脚 我是往前仰 就是往后往后长 还有一次 我训练的时候 速度没掌握好 就因为没有手吧 没掌握好 就连人带板 就是一起摔了出去 腿只是扭伤了 以前我们都会认为 身体有残缺 肯定这个结婚结得晚吧 或者现在都不用问 来了的基本上都结婚 对吧 你肯定结了婚对吧 我还没有结婚呢 你例外 你有女朋友 我有女朋友 对 你有女朋友吧 对吧 肯定的嘛 是吧 来 我们掌声 有请你女朋友 慢点啊 助理老师啊 大家好 谢谢 来 你先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叫彭宇 来自黑龙江 我是名前球运动员 你多大年纪 我二十几 你呢 三十几 大十岁 大十岁 你多高 我一米一 你 我一米八 这个你身体是 诸如症 诸如症 对 从几岁开始停止生长 从大概是六七岁吧 因为长得比较慢 我是小时候一岁 然后我爸妈发现 那个直接大脑长 没有那个四肢不长 去医院检查 大夫说就先天天住户症 家里几个孩子 她有个姐姐 她是正常的 姐姐是正常的 我爸妈也是正常的 你这个身高 平时生活当中 会有什么困扰 会 就是比如高 这些东西我都够不到 像比如洗脸 刷牙什么的 手盆高 我都得需要一个小凳子 站在那个凳子上边 来刷牙洗脸 那个绿区火车 因为我们那会儿小 火车都没有那个站台 然后都得踩那台阶 那火车台阶特别高 然后上火车的时候 我就得让别人抱我 你会受伤吗 你训练 我会 因为我是练那个牵球 你怎么会练牵球呢 我到现在都不明白 我们省得擦脸 那时候找这个残疾运动员 是我各方面比较适合 一个牵球 然后就给我推荐那二比 然后刚开始 跟我一起进队里 确都是残疾 但是只有我一个修针 然后在各个项目上 我跟他们起练 有点吃力 像做佛城 我坐到一半的时候 坐几下 胳膊支撑不住 就爬地下了 也很苦是吧 对 他也是举那个铁饼片 那是二十几 一十公斤 举着举着 然后有时候就 这个拉伤了 但是坚持下来 虽然在一个队里那么多人 怎么就你们俩好上来 那时候我俩刚去的时候 我见他 他就他就瞅我笑 那时候他对我安言 那时候你笑 你瞅他笑干什么 不是 他先看我的 然后我觉得 以后是对有关系 得你貌的一笑 就是对谁都是这样 对 所以你自作多情了 他那个笑 跟别人笑不一样 我就感觉就是 我们都是谈记人 他那时候 他特别乐观 特别乐观 特别善良 我觉得那时候 就特别想接近他 想跟他出对象 那你怎么这么乐观呢 人活着就开开心心 对